大家好,欢迎收看自由亚洲电台的简要新闻,我是张敏 广东时代周报去年12月中出版创刊两周年特刊 在2010影响中国时代进程的100人评选结果中 多名曾签署零八宪章及声援过刘晓波的公共学者 如徐有余、崔魏平等入选 而前不久被判刑的毒奶粉受害儿童家长赵连海 更被选为年度民间人士 该期刊物初刊后遭紧急回收 彭晓云被主管单位要求在春节前自动辞职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星期二 会见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时 证实了隐形战斗机歼20进行了首飞 据路透社报道 盖茨直接向胡锦涛提出歼20的问题 胡锦涛对盖茨表示 首次试飞隐形战斗机是早已计划好的事情 与它访华在时间上产生巧合 设在此间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 将于星期三发布2010年度的西藏人权状况 该中心发言人江白木浪星期二告诉本台记者 去年西藏的人权状况越来越恶化 特别是对西藏知名人士 作家或环境保护者等人士打压严重 目前西藏的监狱和看守所里 关押着831名藏人 其中360人被判刑 陕西沪县疫苗受害儿童家属 李尊伟 星期一下午到沪县卫生局找局长 商谈孩子的治疗和赔偿问题 局长中途离开 而其他领导明确表示不管 在多次上访无果并屡次被骗的打击下 李尊伟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安眠药吞下 李尊伟被家人送到医院抢救 目前已脱离危险但仍在医院中 广州市日前发生残疾人堵塞道路包围公安局的事件 据香港《明报》星期二报道 一名残疾人电单车车主在人民南路与保安人员争执时被打 激起十几名残疾人的不满 他们用残疾人电单车堵塞了人民南路 当日晚上这些残疾人又前往康王路围堵公安局讨说法 民间网站中国正义反腐败网和形象网 日前因刊登山东省金香县的负面消息 遭该县官员派人到北京恐吓 及花钱收买网站要求撤稿遭到拒绝 该网站创办人星期二告诉本台 上周五起在百度搜索引擎已经无法搜索到该网站 相信已遭到屏蔽 韩国政府日前接连发表了两份统计报告 称朝鲜的矿产资源约为41万亿人民币 但是年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482亿人民币 等于是坐拥金山拿着金饭碗要饭 以上就是今天的简要新闻节目 我是张敏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